花莲县收封厢休闲农业区为了提升在地农业的发展 21号上午在收封休闲农业区生态馆举行了食农教育法六大方针课程 提升农民在产业结构上的发展潜力 而对于农产以及产品的产业价值则是提供了明确的认知与方向 疫情冲击期间全国各地的消费形态也随之改变 而农场的经营心态以及产品的价值也逐年被消费者看见旅游的市场 因此花莲县政府农业处在花莲中区南区举办了对农场主的食农教育 除了加强场域的改善和环境特色的认识外 也提供创新提升产品和服务 协助业者了解市场的开发 它是有季节性的 它其实一年四季都有 就是我刚刚讲的嘛 夏天它是比较饱满 所以夏天那个辣去我们立川吃那个辣很小 但是它的肉是非常饱满的 那冬天我看到辣很大 可是它肉是非常的瘦 梅花梅果的时候呢 我们就来玩叶子 叶子有很多可以养 一张它的形状 一张它的花 那我们就会有不同的那个 这是在我们呢 透过农业的农作物 它的生态部分 那我们透过水梁教育的六大方针 去协助他们归纳说它是适合 它是属于哪一个方针 那这样他们在设计活动的时候 就可以更加的公布完整 就可以把食农教育的整个面向通通带出来 那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啊 我们其实是从食农教育法的六大方针来当做一个基础 那其实以农民来讲 他们的专业就是在生产 所以其实他们只会比较着重在说 我怎么样顾好这个农作物农产品 那包含这个环境 但是也许它对于比如说 这个农产品之后它能够做什么料理 或者是这个农产品它衍生出来的饮食的文化的部分 它其实平常并不会就是这样子去思考 所以透过这个六大方针的这六个面向 其实我们就是在让农友或者是这些业者 他们开始去思考说 我的食农教育其实不是只有农事体验 我现在透过这样子的思考 我能够把农事体验进阶变成食农教育 因为我开始包含了比如说这个饮食的面向 或者是这个文化的面向 或是甚至风土的面向等等 农委会从2003年开始辅导 台湾各地的农家以及田园料理 及地方特色农产品夹工 用在地新鲜食材健康料理概念 辅导开发各种可口健康 而且具有地方特色的田园料理 推广食农教育 期盼走进校园 让孩子借由多元的食农体验 了解农业 进而感谢土地 感谢所有这片土地 辛劳付出的农友 记者林杰 收封箱采访报道